国际方面 根据巴勒斯坦媒体今天报道 已军当地时间9号深夜到10号凌晨 轰炸了加沙地带加沙城的一所学校 造成超过100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10号天亮后 人群聚集在遭袭学校内 在现场 一栋两层的建筑损毁严重 地面堆积着碎石瓦地 据报道 玉席的这所学校 是为加沙地带流离失所的民众提供庇护 在这些地球场上山合影时代表出了 特别人向主持人在这些地球场上 城市 今方协会出现这些地球场上 在这些地球场上上的小层 也在居住了着关于所层的地球场上 有些地球场上的地球场上 这些地球场上有尽力场上 有一个地球场上的地球场上 我们以来有些地球场上这些地球场上 这些地球场上是居住的一城市 所以是我们要尽量的地球场上 以色列军方今天 在一份声明中称 对位于加沙城的一所学校实施打击 以军称 哈马斯武装人员和指挥官 藏身在这所学校内